那么下面咱们去讲 关于这个生成器 还有迭代器 还有可迭代对象呢 基本的支点呢就说到让 基本上咱就说到让 那么最后呢咱们稍微总结一下 所谓的迭代器 所谓的生成器 它其实呢你把这个概念了解就可以了 可以迭代对象 说的更直白一点 就是你可以用for这种方式 这就表示了可以迭代 那么我将来到底是怎么迭代的 是取得可以迭代这个对象里边的 某个特殊的函数的返回值 这个返回值返回的是一个迭代器 什么叫做迭代器呢 拥有一个STR方法 拥有一个ETA方法 拥有一个NEST方法的这样的对象 是不是咱们就称之为迭代器了吧 那么迭代器里边 配合的for循环 对中呢实现了 这样你for循环就便利一个结果 那么生成器呢 它是一种特殊的迭代器 假如言之 它里边可以没有ETA方法 也可以没有NEST的方法 那反正对中它也是一个迭代器 它比较特殊 特殊的样子就是 你只要保证它里边有业 是不是咱们就说了 就可以了吧 那么咱们就说它为叫做生成器 那么核心点是什么 迭代器的一个核心点 就是它保存的是一个 生成数据的代码 而不是生成数据之后的结果 那么这个生成器呢 也是这个道理 那么生成器一般它最大的特点 它用来干什么呢 它可以保证我的一个函数只执行一部分反而返回 你说是个道理吧 执行了一部分反而返回这个值 同意吗 它和return有什么区别 就是我前面把这个要的换成return不行吗 换成return会怎么样 换成return 请问是否也意味着我后面return这个值确实是会返回 但是我的这个函数是不是相当于定用结束了吧 那么换成要的之后 你第一次会从这个地方开始执行 接下来是不是绝对就不会从这个地方开始执行了 所以说总体来说 迭代器一大特点保证了将来 我可以用极小的代码 极小的能力的空间可以生成异常的数据 生成器最大的特点就是要的 一大特点什么呢 它可以让一个函数先暂停执行 而且有个特点 同学们不知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我让它暂停执行的时候 它并没有把这些数据给我扔 反而是我接下来再去调用它去执行的时候 它会根据上一代的值 是不是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是不是紧接着执行啊 生成器非常大的特点就在这 那么这就是我想要给大家说的这个 生成器迭代器以及可迭代对象的吗 不要把这个问题复杂化 首先以后再去复习这个东西的时候 怎么复习 第一个问题你要问问 学了生成器 学了迭代器 那干什么 能干什么干什么 OK 它怎么实现的 把这个过程了解 完了 是这么多的 而不是你在那个泥潭里边 是吧 陷入到很深 最后呢 没有一个结论 结论很简单 迭代器 减少那些空间 能实现循环 生成器 能够让一个函数 看上去的一个函数 暂停执行 我什么时候想让它执行 是不是可以通过耐紫的 通过执行的 是不是可以再让它执行了吧 这就是我想说的这点 这就是我想说的 啊 谢谢大家